今天来介绍这一支格兰罐 200年历史的酒厂 酒厂史上第一支地区限定版 2023年台湾限定版原酒 大家对格兰罐的印象是什么呢 其实格兰罐最令人撑到的 就是那纯净轻盈的酒体 迷人细致的花果香气 坚果风味 与优雅饱满平衡的酒体 广受世界爱酒人士的青睐 格兰罐 格兰罐 地处于苏格兰施配赛产区的罗斯镇 现在是意大利津巴利集团 Kampari Group旗下的威士忌品牌 格兰罐却是全球最畅销的 苏格兰单一麦芽威士忌品牌之一 特别是美国式格兰罐消费量最大的国家 更在意大利 格兰罐在意大利的威士忌70%的市场 格兰罐用筒有自己独特的要求 只采用使用过一定次数的 顶级布本筒和顶级雪莉筒来俗成威士忌 长时间的俗成可以给格兰罐的酒夜 有着独特的颜色和水果香气 格兰罐阿波利斯雪莉圆九台湾限定版 处月间洒落的曙光阿波利斯 穿过树梢的阳光 酒场内有一大片空地式花园 维多利亚式花园 在1973年 格兰罐把蒸流气 从煤炭直火加热改为瓦斯直火加热 到了1983年又把出流气全部改为煤炭直火加热 再流气全部改成蒸汽间接加热 后来才又全部都改为蒸汽间接加热 俗成的木桶方面 从雪莉桶改为一部分桶为主 因此酒场的特性是多是一波本轻盈酒体为主 些许带有清雪粒 花香 奶油 木制吊性是主要风味 外盒上的设计有蝴蝶兰为主轴 台湾的兰花闻名世界 作为这次台湾限定的格兰罐阿波雷斯的外观设计 而蝴蝶兰又可以代表台湾兰花里的原生状 更呼应这款酒花香风味的调性 丹类斯特别选用圆酒来定调这支酒 用圆酒、雪莉、花香来给威士忌喜爱的朋友 感受更不一样的格兰罐 酒体颜色呈现是明亮的金黄色 蚊香时花果香气四溢 雪带有坚果杏仁、花香 些许的焦糖香气 层次分明入口时 明显地感受到柳橙和其他成熟水果的风味 淡淡的黑巧克力的味 荔枝果肉的香气 丰富油脂感 唯韵悠长 带有丰富且鲜明的香料感 像是肉桂的风味 加几滴水后 咖啡和巧克力味更浓郁 加冰块可以让荔枝风味和肉桂香料味更突出 在听完介绍后 是不是对这支有不本筒和学历同调性急于一体的 2023台湾限定版的格兰罐 是不是有响平影的冲动呢 还在等什么呢 快来三兄弟养酒呢 原来三兄弟养酒 与您一起在微轩中找到品酒的乐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